直播间有朋友就说了 说周围有老人 平时感觉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呢 一到医院检查 说是心衰了 这平时的时候 感觉身体半冒 怎么就突然检查出心衰了呢 你有什么反常的现象 是有还是没有心衰 心衰这个事 我们看看能不能有一些 生活里边的一些场景 有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给大家来进行提个醒 咱们直播间有朋友就说了 说这个睡觉经常被憋醒 这个好像有一个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症 跟那个挺像的 呼吸睡眠暂停终合症 换句话说就是开个玩笑 你儿女也好 你老大也好 你看 长时间怎么可能 别急不呼吸 突然间才喘气 这个有这种现象的人 他将来容易得心衰 长时间不呼吸了 尤其这个亲人看着都害怕 我爹我们要别不转气 老百姓话就别蠢气了 长时间不呼吸 医学术语叫长时间撒痒 那当然不是心脏 全身可能都会受到一定影响 说这个如果有这个 我建议还是这句话 到医院一查 去根治就多好 那如果我就是半夜憋醒了 我不打呼 这种危险是不是就更大了 心衰就是心脏没救了 没救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一射血射不出去了 对不对 射不出去了 他全身不就撒痒了吗 或者正撒性呼吸困难 就夜间正撒性呼吸困难 因为大家知道 一到这个晚上你躺着的时候 他这个整个血液的回流 就容易躲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他这个神经反射 因为你有思维 你睡着了和没睡着 神经反射它也不一样 这样来看 有时候就影响到了 你的血液的供应 血液供应到一定程度来 因为整个机体它是反射的 啥叫反射的 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 我马上就要拽倒了 这是我神经要正常的 就给我调整过来了 我就平衡了 所以他这也是一定道理 你反省到一定程度 就是我供应不了了 它机体它有反射符 所以我就赶快呼吸 所以就会憋怯 呼吸意味着 呼吸意味着吸氧 我养不住了 我赶快吸 那心衰的第二个小尾巴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儿了 地球人都知道 这个胖不好 但它怎么就成为了 心衰的小尾巴了呢 水肿或者叫腐肚 咱们车前里就说 说这个水肿的人可不少 那都和心衰有关吗 我可不一定 是什么事 我可不一定的